是讓這個地方可以更溫度 更棒的地方 那我先回來講這條地方 其實虎尾鎮的話 它現在就打到是有點像雲林的那種文化聚落 因為它 除了剛才看到不太吸管 旁邊是那個虎尾駿手斑定 它的對面其實是不太吸管的正對面 其實最近有一個新的訊息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成品要在雲林的虎尾開燈店 那這個地方 就是對雲林的人來講 我覺得不知道是騎還是優 其實這也很難講 但其實這個地方 有很多很有趣的小地點 然後譬如說不會錯傻龍 因為像這種靈驗 我也建議如果說你是背包客 或是你自己很喜歡那種 真的很文青的那種感覺 我就很推薦 它是一個也是七八十年老建築物 然後個人把它蓄不清 然後是一個騎女子 因為她在整卡收宅 推動什麼良性平權 所以她自己也非常力情這樣子的概念 那空間也非常的優美 那我們等一下要往虎尾這部分 我剛才提到說唐業 像台灣唯一還在做製唐的地方 我想我們應該 那個我們的導覽警論 應該有說明到了 這地方 所以如果我也很建議 就是再晚一點時間 她製唐期的時候 你這個時間其實開始就有了 只是因為今天可能沒有那個火車經過 要不然其實我會建議 我們那個三呼吸影響 你空氣總會泥暖的聲音 想起 現在已經很少有那個甜甜的城市 但是現在雲林 還算是非常有特色的地方了 那剛剛你們今天有參觀 我們的那個棉花的田 那個有青棉花田的那個代主人 是代先生嗎 一個那個先生 他其實也是很年輕 就是比較年輕一代的人 這樣回鄉來的本中 其實現在雲林也蠻多這樣子 比較有願意 希望有不一樣的生活的選擇的人 他其實很喜歡回到鄉下來 所以我們昨天也遇到那個 好蝦九南社的阿正 然後你看到那個棉花真幸運 這好像新居落子 因為他本來那個 那個蝦子那個什麼那個水池 其實就是那個 比較一般的那種水泥狗的 那你們這次應該是 比較大開眼界 怎麼會把鄉搞這麼的 跟那個什麼 趴提的那個地方 他還有文書耶 然後後來慢慢來 所以知道年輕人回鄉 生活不容易啊 好才 對然後可能 入住你們之後 又有機會怕 記得要進去考驗 好 但是他也報告一下 你們在經過這個地方 新樓毛巾工廠 不是你們在那個什麼 新樓是最早在做那個創意毛巾 有沒有 做成西瓜啦 棒棒糖啦 他是跟我們雲科大師 學院做活作 創作出來的 所以也拜那個 也拜大陸黑心毛巾支持 所以台灣的毛巾有機會再被看到 那雲林的這個熱內這個地方 他最好是七成的毛巾製作的地方 我們也加 所以他其實是很重要 在那個毛巾產業的一個地方 那如果大家覺得 毛巾好像跟華盛有點遙遠 怎麼樣有趣的話 其實如果大家時間以後 比較多一點點的話 我們就建議到雲林故事館去 他們其實透過在地的產業做毛巾 然後還有那個繪粉藝術做故事 還有那個有機農業的部分 因為其實他們每個禮拜六上 我都會有一個有機農夫 年輕人在這擺檯子 那這條路上基本上是 我們要往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叫西羅 因為那個 佐水西伊北的 果菜市場的地方 就是台北 大台北地區的那個蘇果 一定是由這個地方去供應的 所以我想 無形中我覺得雲林也是 真是一個大 那個大糧倉 我想 我想 每一個消費者 或是那個 使用者 他應該都這個權利 跟這個義務 跟責任 其實可以了解我們 到底關心我們自己糧食的 安全問題 尤其是 最近一直在連環報 我們的飲食 那麼的不安全 我想 昨天你們 昨天不是有去北港嗎 怎麼沒有去順便買幾瓶油灰啊 你知道我們現在 那個 那個小油廠有多麼紅嗎 像大家對大的多害怕 因為越大越害 越會說謊的感覺 那反而是那個 很有趣 我們這些小油廠 就是很辛苦 因為做那個炸油其實不輕鬆 而且那個 如果用熱的 熱炸油他們很擔心 那個品質被破壞 所以他們有時候還會用冷炸的 就是說他的量很大 一點點的是 他是堅持那個 無法在做 所以他們是白天在賣油 然後晚上在炸油 這很辛苦 就是這個季節 尤其是這個油品 發生那個 維安事件之後 他們更辛苦 因為他們不是不想賺錢 是真的很累 所以我想說 其實這個也為什麼說 手工的那個 這個製油會比較有成本 比較高一點點 我覺得這是值得 而且是 而且因為我去的部分 是 都是鎮咖啡 他不會說 哦啊 他是哪裡擺 他連擺都不用上架 因為都買了 就真的很 銷售一空這樣 因為我們昨天去阿水吃 水哥蕃茄 好不好吃 好吃 很甜 你知道這年紀很快十幾年 他還被笑很多年 他有這樣的成績啊 我覺得他很堅持 然後我覺得 他的蕃茄 因為他那個位置 本來大家認為說 太靠起烤焙味 是其實很難種植什麼好東西的 因為他就是一股賞進 然後慢慢改良 然後你看那個 他的蕃茄的口感是很獨特的 這個部分 等一下看一下你的那個 旁邊胡緯的部分的話 他們也會種花卉 那那個一票好像是那個 好像是什麼 我們在插花一個花財 黃色的 他不是稻米喔 稻米不會那麼黃 那這個季節也很美 為什麼 因為正好是準備了那個稻稅 就是稻穀 他的結稅的時候 那胡緯這個地方的話 除了剛才我們看到毛巾的工業 然後文化聚落之外 他外圍地方 當然他是以農業的生產為主 然後這一兩年的話 在打造是一個花卉的小鎮 所以反而我們比台南還找到那個 一個花卉的那個經濟部的經費 在做這個整體的那個規劃 跟那個造陣 那等一下呢 我們到西蘿 其實他們是隔壁也很近的 那大家認為說 我們現在笑說雲林其實 對台灣來講 還是很最遙遠的地方 因為我們只有鐵路可以到 然後還有那個 一個日銅 那其他的話 就沒辦法直接到那個 那個東六 就是行政中心 那反而是嘉利 或是什麼 其他地方都有 還有高鐵站 那大家都很期待 胡緯的高鐵站 是不是可以設立 但是我們這裡面臨到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地權的問題 對 然後冷水的話 都是那些農人 第一個受災都是這些農人 因為他們一定被要求 叫封解 可是說實話 造成地權那個水 那個水溫下陷部分 基本上最大最大的 是工業跟自來水艙 他們自己抽的更嚴重 而且他們是深水井 所以我覺得其實 不是政府在政策 這個水資源政策部分 其實 常常是那個 比較容易開刀的 都先下手 可是往往 這是很辛苦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地方是重要的那個 北部的糧腸之一 我想這塊部分 其實也農民 因為水的問題 其實也非常的那個辛苦 在接下來的話 我們還有一個 大的公共工程 發成那個建設 其實就是 湖山水庫 這部分其實 湖山水庫大部分的水 八成以上的水 並不是給農業用 也不是給民生用 給誰 有沒有人知道 真是上到 你是這裡人嗎 沒有啊 還是有 欸我做功課喔 好啦 這部分的話其實 水患治理監督也好的 哈哈哈 這樣子 我們這個水患 非常好的 歡迎那個 可以藏到雲林來 這個地方 醜醜 對啊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去接觸的一個單位 其實我覺得 我把它稱為 也是一個很奇妙的女子 她其實以前是在台北 那個工作 然後因為家鄉 就嫁給西羅人 她也是西羅人 隔壁接給人 她本來想說 我本來正在真卡通 那殊不知她永遠 她現在已經原因 讓那個自己的故鄉 好好中壘 那種感覺 而且她更歡迎 更多的人 而且他們現在都在 辦國際志工 其實也蠻多人到西羅這地方 來那個住宿跟參訪 那有多奇怪呢 她把一個本來很破舊的老街 然後 愛家愛戶拜託他們 願意把空間 讓她來做改造 所以我們其實 就是他們是有做那個 整體的那個 造街區域型化資產 保存的造街活動 把她整體再保留 就OK 那現在也很多的那個 還有一個市場 等一下 那提到說 其實你們不用那麼急的 那再烏尾一次喝咖啡 因為等一下那個地方 也有那個 現磨的咖啡 在等大家 那更誘惑你們 也沒辦法 你們錯過了一下 就是 其實這個月是我們在辦 骨坑咖啡節的時間 所以你看這個資訊很重要吧 很重要 很重要吧 好喝的 好吃的 好玩的 好看的 收集好之後再出發 其實會比較安全 但我們 會換種方式 用那個隨機的那個方式 其實來一些驚喜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那所以我覺得 其實在於那個雲林這個地方 其實對我來講 我自己本身 並不是雲林人 我是高雄人 突然那以前 我在那個南部的時候是 文史跟環境保育社團的夥伴 那現在的話 這邊因為來這邊讀書 所以我就留在這個地方了 然後 其實以前是那個 沒有百貨公司會死掉的人 到現在 聽到汽車很吵 會很恐懼的人 人是可以改變的 我只能跟大家這麼講而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